接下來你說的恆指影響 我想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就是除了他們自己 即自身的因素 包括大陸本身 即中資本身那些債務問題 以至香港的叫做Omicron那些東西之外 我想還有一個主要原因 即主要因素要留意的就是美元 但是暫時美元走勢不算太強的 甚至乎我覺得有些機會 正如剛才說 那個加息的幅度可能會 即是surprise是downside surprise 即是大家沒想過它加那麼少 那接著就可能反而會影響到 令到Dollar Index會走得比較弱一點點 即是我自己會這樣看 短線 這個可能到三月之前 還是這樣的情況